2023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已来到尾声 两场男单半决赛也在1月27日结束 在率先进行的男单半决赛上 希腊名将西西帕斯再次没有出现在央视电视机前 原本央视方面表示会直播两场半决赛 但现实是央视没有播出11点半开始的西西帕斯和卡恰诺夫的对决 只直播了16点半打响的德约科维奇和保罗的第二场半决赛 据了解,西西帕斯最近一年多应该是没有在央视直播的大满贯比赛中从电视出现过 究其原因,有资深球迷揣测 可能是他曾因在推特转发了一段不当言论所导致的 西西帕斯的国籍是希腊,但他母亲是俄国人 可他也特别讨厌俄国,骨子里以为自己高贵 而且不尊重女性,已经发表好几次第二位言论了 更令国人气奔的是,有网球迷此次专程到澳大利亚现场观看澳网比赛 还买了很靠前的门票,就想在比赛结束后,零距离得到他的亲笔签名 可西西帕斯貌似有意不给中国人或华人签名 专门给白人签名,这让一直支持他的中国球迷大为恼火 直言自己看错了人瞎了眼,西西帕斯的人品几乎败光 当然,也有其他在澳网观赛的华人球迷进行了辟谣 他称西西帕斯并非刻意跳过华人给白人签名 完全是当时聚集的球迷人太多,让他忙不过来 只是纯粹的人多而已,真的不存在特意跳过谁 理解图上这位站第一排没签到很失望 但这口锅太大了点,我见了他四次每次兜人 很多但他无论时间多紧,都会发签名卡片 昨天训练他把签名卡片发完了,又绕了大半圈给签名 唯有全部签名视频和三个签名为证 当然,央视进播体育赛事或运动员的先例并不是没有 此前央视就进播过NBA,相比于NBA这么大体量的品牌 西西帕斯显然算不了什么 他既没有三巨头的统治力,影响力和商业价值也差了好远 只是担心西西帕斯以后还能不能来华比赛 毕竟中国市场对于每个著名网球选手来说都是很大一块肉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